就像我們接下來的一個分享者 從他說我想要改編阿倫的教育 想要出一本書 要做自己的教育故障 我那時候覺得 哇 這部分太優秀了 然後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 其實你會遇到更多人只是說說的 就是講講我要做什麼啊 做什麼啊 做什麼 久久只是你會看到他還在那頁子 但是接下來這位我們真的是很紮實的看到 我要出書 然後就開始 開始猜完 開始猜完 最後就出書 現在是廠銷過家 還很遠 不要把我吹太高 不要吹太高 不然等一下就疊下來了 不要按讚 就直接買書 比較快 沒有問題 好 OK 好 看中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廢話屁頭啦 就直接歡迎我們的這個余晨 來幫請大家 謝謝 瓜哥 瓜哥沒有來了 然後 謝謝大家 大家還記得我嗎 然後 我今天的圖文片一定是 最簡單的第一題 這我還蠻有信心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怎麼樣做一個 應該不會有人認為是一個 可以做的生意 或者說可以做的事業 做的養成活人的事業 然後我怎麼樣把它做下來 並且這些事情可能也是 別人可以加入 可以參考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那 我就有這個機會了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我的人生 然後到今天 我有什麼跟大家分享 大致上 我就說我人生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當一個好學生 第二個階段是當一個好學生 然後第二個階段是當一個好員工 然後第三個階段是當個人 第一個階段很長 大概就是一直到二十六歲 那還第一位這個 真同學 你看剛剛有講說 如果我在大學的時候 沒有或者說在讀書的時候 沒有認真 努力的讀書 以後可能會很缺憾 那我的缺憾就是 我在大學的憾 也就是說太用功課 是毫無任何一點點遺漏的 心力 時間 通通都用在讀書學習去 然後我非常認真的認為 如果我們那麼用功 那麼好一點一滴的時間 力氣都沒有浪費的在補足 我們以後一定會可以有一個好的人生 然後讀完書啦去工作 然後我在工作四年就是領薪水 在機構裡面工作四年 然後也是抱持這個心情就是 如果我非常認真 非常努力 然後毫不遺漏我任何一年 的心力的努力的工作 老闆不要我加班 我都加班 類似這樣 他說一我做到三 我就會有一個 我所期待的成就 那到三十歲那一年 大概就在生日前的幾天 那時候我從第二工作離開 淘汰床上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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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失望 對我的整個人生極度的失望 我從三十歲之前 大概就是從我的十八歲 考上大學 也是大家都認為是台灣最好的大學 然後到我三十歲的時候 我就是摸著良心就是說 我的人生就非常不快樂 而且如果我很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還繼續照我原本的路走 我之後的人生不會比較快樂 我原本的目標也不會達成 然後我自己的那些特質 是永遠無法展現 我的這個領域 和我可能要走這個方向 我都已經摸了 已經確定看得很清楚 那我要怎麼辦 那 我那時候知道什麼事情呢 我是一個意見很多的人 我是一個很會想事情的人 所以然後我是一個 不講意見 不想事情 我 我會死掉的人 所以我就想 對 好 那就吃了聖頭鐵的心 我今天就開始賣想法 我就開始賣意見 然後呢 當時跟有一些我的朋友講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這件事情 是躲不來的 我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跟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眼眶含淚 下巴打戰 跟我說 謝宇宸你這樣的事情 但你事業有成 60歲退休的時候 會像這位曾同學 45歲一樣退休的時候 45歲退休的時候 然後再來做印象四位的事情 之前呢 你好好的 腳踏實地 做可以活的事情 但是我在想說 我 我大概沒有辦法接受他的說法 反正我就試試看 還 還蠻幸運的 我從 我從 兩年多前 兩年半前 兩年九個月前 對 開始做這個事業到現在 還活著嘛 可以兩個脈搏 那邊不是講事 還變胖了 還變胖了 對 出了一本書 然後 大家如果現在可以拿出手機啊 那個 把這個 拿出手機 張伯克來啊 學語業撞遊 這個是我的 在上週上的網誌 然後還蠻多 關心教育的人 會看我的文章 轉載 或者是分享 已經 就是到一些場合 已經會有 跟人家介紹我的時候 誒我聽過你 我看我的文章 就還蠻不錯的嘛 然後出了一本書 好 也現在也有蠻多的合作 在進行 那我也不 其實都還很小 都還是個開始 但是我大致上確定是 我每活一天 我死掉的可能性 或者說我 墮雜的可能性 只比我過去更少 因為這個世界上 這個社會上 更多的人知道我的能力 更多人知道我所關心的事情 更多人知道我 我觀察和分析的事情 是有道理 是正確的 那這個事情大概怎麼運作呢 我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就是當 當我有一些思考 思考產出的時候 就是文章 文字 書 因為大賬太多賺錢 或者賺錢不太多 但是呢 它其實到最後 可能是可以化成一個事業 這個事業可能可以是演講 可能可以是講課 可能可以是節目 我現在在談 那這個事情呢 到最後又會 又會支持這個人 讓別人更多人知道 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人的價值提升了呢 又會讓你的 或者說 有更多的人 在跟我接觸的時候 會有更有價值的思考 思考 產出 我大致上多清楚了這件事情 是是這樣進行 就是 思想是可以賣的 文字是可以賣的 雖然現在 copy paste 文章是 轉錄都不用付錢 但是 當一個思考者 去思考現在社會上 發生的問題 和思考大家 很多人真實面對的困難 這個鬆棄到最後 會變成一些事業的基礎 會變成一些商品的基礎 會變成一些服務的基礎 會變成一些課程的基礎 到那個時候就很難進行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呢 如果各位同學 各位朋友 我要說的是 也趁這個機會 對 我不是說要有人加入 我是說 如果你們有朋友 也是這種 非常能想事情的人 非常關心某些事情的人 其實呢 如果他們有某天要走入 這樣子的 試驗 你們可以跟他說 欸 謝神的經驗可以幫他參考一下 至少 活了兩三年是會變胖 不會死掉 那 我現在也有一個 小小的 雖然是寫作的團體 在一起運作 就是 呃 這些題目是 我覺得 現在我們台灣 很多很多人 正在面對的困難 然後 這些 至少我看不到這些 這些課題 如果有人去寫 去投入他的心力去研究 探討這些現象 然後 他的一些解決方案 改善方案 他都是 可能會成功 那包括 就是在對抗一些迷信 安樂死 現在太多太多人 要扶到很久不久 娛樂 我們是怎麼樣 娛樂 找快樂 溝通 心理疾病的問題 還見疾病的人 夫妻生活 慶祝 還有 台灣是一個很沒有威力的人 怎麼樣 克服我們 現在的困難 能夠讓台灣這個社會更好 和很多人的生命本身更好 這是一個可以活的事業 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事業 是一個非常會帶給人 和自己快樂的事業 所以 如果你們在座 或者是說 女朋友 有興趣參加這樣子的事業 也可以跟我聯絡看看 好 謝謝大家